女子声称自己新买的奥迪 竟发生了刹车失灵的情况 以至于她开车时冲破围栏 并撞上前方无辜轿车 目前女子不仅面临赔偿 还要承担自己的医药费 人只要倒霉 真的是连喝水都会塞牙缝 不过经过4S点调查 却表示不是车的问题 而是女子技术不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女士愤愤不平地说道 自己因为非常喜欢奥迪车型 做梦都能梦见她开着奥迪 驰骋在马路上的英姿身影 于是梦醒的她再也控制不住 直接去银行贷款买了这辆奥迪 张女士非常欣喜 决定把车开到小区超市 向路过的街坊邻居炫耀一番 结果邻居看到的却是 张女士直接开着车冲过围栏 并且不要命式地撞上前方轿车 邻居惊得压麻呆住了 惊想这娘们是在抽什么疯 不过救命要紧 邻居们立即把张女士送到医院 可还没等身体康复 张女士就找来媒体 诉说当时横冲直撞的真相 张女士表示 当时自己踩下刹车后 却发现没有半点制动 外加当时是个大下坡 车子顺流而下 速度越来越快 这才导致了意外发生 张女士难以接受 自己新买的奥迪 就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 要是买辆二手的 说不定就会原地爆炸 目前那辆被撞轿车的车主 经常上门找自己索赔 而自己还要承担 自己后续的医药费 他认为这些费用 都应当由4S店进行赔偿 并且退还自己买车的费用 但工作人员却拒绝索赔 因为他们从监控视频中发现 是张女士自身的毛病 据工作人员所述 张女士或许是把油门 当成刹车踩 这才酿成了这场事故 而并非车子质量问题 张女士对此极力反驳 表示自己考驾照时 科二科三都是满分通过 如此优秀的她 怎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4S店就是找理由来推卸责任 可事后工作人员 拿出的一段驾车数据 让张女士哑口无言 脸胀通红 5S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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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店